澳大利亚搜寻人员 赶往南印度洋调查疑似马航班机碎片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抵达北京 台湾抗议学生继续占领立法院 现期总统马英九回应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 我是小旬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 今天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已经抵达北京 展开了美国第一夫人的中国外交之行 那么V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 将在这个小时连线时间 为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而美国第一夫人访华 在欧洲也引发关注 我们在伦敦的特约记者 将在连线时间 带您了解欧洲 为什么会关注米歇尔·奥巴马 访问中国 此外 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 西方国家以制裁的手段 希望俄罗斯改变当前的路线 但是在制裁方面 欧洲内部意见却似乎并不一致 伦敦的特约记者 还将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而我们在和东京连线的时候 将带您了解日本 制裁俄罗斯背后的一些因素 欢迎收看今天的VOA卫视新闻 我首先带您了解一下 有关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370号航班的有关搜寻的情况 澳大利亚飞机和搜寻人员 正在赶往发现疑似 马航班机残骸碎片的 印度洋的南部水域 有关详情请看VOA卫视新闻的电视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 星期四对议会说 他们通过卫星图片 发现这两件物体 我要向议会报告 我们在南印度洋搜索马航370号班机 有了最新的可靠消息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根据卫星图片 发现可能与该班机有关的物体 在专家进行分析之后 已经指认出两件可能的物体 阿博特呼吁各界先不要 对这些漂浮物的性质进行推断 因为要找到他们将极其困难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官员约翰·杨说 其中一个漂浮物的长度约为24米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穆丁说 他正在与澳大利亚官员 就目前的发展进行协调 我们持续追踪任何线索 我希望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自从这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 于3月8号失踪以来 搜寻过程中已经数次出现错误线索 澳大利亚一直在帮助协调 南部搜寻区的行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 美国高度重视马航班机的搜寻 他对一家美国电视台表示 美国已经竭尽全力协助搜寻工作 美国之音BOA卫视新闻报道 大家都知道 在失联的马航班机上 中国的乘客是最多的 那么中国乘客的家属呢 在星期四的时候 抨击了马来西亚政府 搜寻MH370横班不得力 与此同时有一些乘客 开始对乘坐马航的飞行安全感到担忧 下面请看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自从马航MH370航班3月8号失联之后 12天的搜寻仍然没有发现马航的踪影 最新的消息说 澳大利亚的卫星在印度洋南部水域 发现了可能是马航失联班机残骸碎片的物体 连日来马航乘客的中国家属要求马来西亚政府 对他们不当处理搜寻失联航班做出解释 并且要求同马来西亚驻华大使会面 但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 星期四上午 马航负责人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宣布 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代表团 将于星期四晚间抵达北京 但是这并没有安抚中国家属 焦急愤怒的情绪 他们指责马来西亚政府从第一天开始 就有意隐瞒飞机的去向 一名家属大声地对马航代表质问说 马航中国家属为他们亲人举行了烛光守夜 为MH370航班祈祷 一名姓温的家属说 他不相信马来西亚当局的解释 调查人员相信 精通波音777-200和客机飞行导航知识的人 在飞机转向前将应答器关闭 马航客机失联令全世界感到震惊 重创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安全信誉 乘客对飞马航的安全感到了担忧 一名乘客说 我也想过你知道马航飞行员他们会干些什么 他们会把我飞到新加坡吗 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么想 包括我自己 美国之音VLA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原本预定飞往北京的这个马航MH370班级 从3月8号在南中国海上空 失联到今天已经超过10天的时间 已经有多达26个国家参与到搜寻航班的行动 不过美国中国两国在搜寻行动中 投入的军舰飞机和卫星等资源 却让各方都注意到两国的实力较量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自从搭载239名乘客的马航370班机失联至今 搜寻范围已经从南中国海 扩大到泰国湾 马六甲海峡 印度洋安达曼海 搜救面积达700万平方里 成为民航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在多国参与的搜寻行动中 美国派遣了继德和平克尼 两艘驱逐舰和P-3C猎户座 反潜巡逻机等船舰飞机 中国则是派出了绵羊 海口 井冈山等 四艘战舰和五艘海巡船参与搜寻 中国公务船海巡01号负责在迅他海峡附近水域 进行搜寻工作 船上人员说 海巡01号装备有先进的搜寻设备 我们有两台ROV 水下机器人 一台比较大型的 一台比较中小型的一台 一台能下潜到水下600米 一台是300米 它可以对水下的移点目标 进行近距离的视频以及升学的探测 中国政府说 它将分别从南北两个指定区域展开搜救行动 北部区域位于孟加拉湾东南部水域 南部则是迅他海峡附近水域 分析人士说 这个搜救行动可以评估中国远洋行动能力 此前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也说 中国已经开始扩大其海上行动能力 中国宣布12.2%的国防开支增加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寻常 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增长中的国家 当然它的军队一段时间以来并不发达 不过现在正在扩张 他们有自己想要的国际利益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在走出亚丁湾 而且他们也开始大胆地进入印度洋 他们正在到处游走 香港亚洲周刊在3月23号一起的提前出版报道说 由于南中国海涉及多国主权争端 美中两国在这个敏感海域投入的军力 展现两国实力差距 马航事件逐渐成为中美政治角力的新战场 报道说中国除了调遣军舰进行海上搜索外 还调集10颗不同功能的卫星来辅助搜索行动 同时美中两国也分别派出情报和调查人员 到马来西亚掌握第一手资料 并协助调查工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台湾 数百名反对台海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抗议学生 星期三的时候继续占领台湾立法院 并且设下了期限要求台湾总统马英九出面 回应他们的诉求 下面请看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台湾发生史上第一次立法院被视为群众占领的事件 数百名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 通宵占据立法院的议场 台湾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封锁立法院的出入口 并先后展开三次清场行动 均无功而返 组织这项抗议活动的公民团体表示 截至星期三反间为止 已经在立法院周围聚集了超过两万人 抗议学生要求警察退出立法院 总统马英九道歉 以及退回服貌协议 并设下星期五中午十二点的期限 要求马英九总统出面回应他们的诉求 觉得占领立法院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人今天想要站在这里 包括警察 包括学生 包括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是不想出现在这里 如果他们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也不用到现在都还在这边 然后等着没有人出来 跟我们说明这些事情 抗议学生们担心 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之后 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过大 可能以经济手段促成政治统一 我觉得人们完全不知道 服务协议里面到底包裹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影响评估 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对未来 台湾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所以我决定站出来用自己的声音 跟用自己的身体来告诉政府 我们不想要这个 不过在另一方面 中国的民众则认为服务协议 其实是北京对台湾让利较多 根据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 中国对台湾开放80项服务业 台湾只对中国开放64个项目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有关这个事件后续的发展 以及它可能对台湾的民主 还有台海两岸关系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VOA卫视在接下来 这个星期天的北京时间 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节目当中将会邀请 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 为您做深入的分析 请您转时收看 那么各位稍后回来 我们将和北京进行连线 带您了解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 访华的相关情况 不要走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VOA卫视新闻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带着两个女儿 还有她的母亲 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 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 开始了她首次中国之行 我们在北京的记者也刚刚从北京机场赶回北京办公室 现在我们就和V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进行连线 请东方来介绍一下奥巴马夫人 今天抵达北京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您今天去了北京的机场 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东方 是的 萧萱 那么今天下午5点30分 我们全体中国的记者和美国 以及其他印太南市 就是国际的记者 在贵宾楼在那等候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访华的飞机的降落 那么在5点30分 这个专机就是平稳的 在北京机场降落 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走出机舱的舱门 那么标志着这次历史性意义的访华 正式开始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 前往机场迎接 这个级别也不是很高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飞机 是白蓝两色相间 是一个波音飞机 那么在后面的机尾部分 骑着这个美国国旗 上面号是9004号 米歇尔出机舱门的时候 身穿是个连衣裙 那么黑色是底色 身前是黄白相间的几何图案 我们知道中方对米歇尔穿什么衣服 彭丽媛穿什么衣服 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看上去米歇尔这身衣服是大气沉稳 米歇尔两个女儿打扮差不多 一个是穿着黑色的上衣 配着亮红色的短裙 一个穿着黄色上衣 配银色短裙 柔美又有活力 那么汉妈妈呢跟在后面一块出来 是这个标志着这次的访华 正式开始 随后呢 他们就乘坐车队 驶往这个威斯丁酒店 小学 好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米歇尔奥巴马 其实呢 他作为这个第一夫人 在美国的这个时装界 也是有相当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刚谈到这方面 就是说外界对米歇尔的这个 的关注 还有这个彭丽媛关注 我们知道这次米歇尔之行的是受习近平的夫人 彭丽媛的邀请来访问中国的 那他这一次单独带着孩子 还有母亲访问中国呢 首次中美第一夫人外交呢 引起外界这个媒体和民众的高度的关注 那么这个行程安排方面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亮点 是的 小学 据说呢 这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由第一夫人 邀请外国元首的第一夫人 到中国来访问 可以说是一次这个历史性的 那么美国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和她的母亲 已经两个女儿组成了一个娘子军 利用一周的时间访问北京 她先后是20号到23号在北京 我们会全程陪同 那么明天呢 行程是彭丽媛将陪同米歇尔走访北京的一所中学 这个强调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后呢参观故宫 晚上呢两位夫人在一块共进四人晚餐 并观看一场演出 那么这场啊 最这个中美夫人第一外交呢 在3月22号也是后天到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 米歇尔发表演讲 这是达到一个高潮 和中美学生见面 米歇尔这次表示呢 他这次访华的重要议题呢 主要是宣传教育的力量 暗示呢这一次不会触碰任何敏感的话题 也就是说不谈政治 那么只是说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呢 他的丈夫也是奥巴马总统非常的关注 那么这一次正像你说的 两国人民都高度的关注米歇尔的这次访问 特别是中方的媒体来了好多的人 有很多人呢就根本就挤不进去啊 就是没有能够有机会能够采访这一次次的活动 对中国来说啊 多少年以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一夫人外交的这个传统 去年开始呢 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几次在国际亮相陪同他的战畅习近平 所以呢获得了中国媒体的不少好评和追捧 几度引发了彭丽媛热 有人说啊这个第一夫人彭丽媛啊 就是中国软实力的表现 那么我也还想讲一下 就是去年6月7号啊 加州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安纳伯格庄园会 当时米歇尔没有出席 中方媒体认为 这是故意的而且冷落了这个习近平呼呼 那么这次访问呢 有个中方媒体就认为这是一次补偿 所以啊这个中方媒体对访问非常的重视 我们看中国日报啊 发表了整版的文章来报道这次访问 我可以想象啊 在未来的几天里面呢 中方媒体报道这个是越来越有分量 好的 萧巡 好 谢谢东方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情况 那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这次出访呢 带着两个女儿 还有第一岳母 玛丽安·罗宾逊 这个米歇尔奥巴马的父亲呢 弗雷泽·罗宾逊 1991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玛丽安·罗宾逊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 辞去了他在银行的工作 帮着他们照看孙女 那么自奥巴马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 跟着总统一家搬进了白宫 奥巴马总统赞扬了罗宾逊女士的贡献 说没有他的帮助 米歇尔就没有时间和精力 跟着他到处跑竞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有关 这个俄罗斯和克里米亚 以及欧盟方面的新闻 欧盟准备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的时候 在议会的讲话时说 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的话 欧盟准备随时的采取第三阶段的制裁措施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临时总统托尔其诺夫表示 在克里米亚遭到俄罗斯军队 与克里米亚当局扣留的乌克兰海军司令 已经被释放 托尔其诺夫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 海军司令谢尔盖 盖杜克已经和其他的人质一起被释放了 盖杜克等人星期三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布尔的乌克兰海军基地遭到口流 有报道称支持俄罗斯的所谓克里米亚自卫军发动了这一次行动 但是托尔其诺夫在声明中指出 俄罗斯部队也牵涉其中 那么您现在收看的是VOA维时新闻 乌克兰的危机持续的升温 欧盟国家的领袖呢 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峰会讨论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对于欧盟的制裁似乎不怎么介意 欧盟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现在就和伦敦的VOA特约记者江静灵连线 请他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静灵你好 小许你好 是的 欧盟这个28国的国家领导人 今明两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那么就该如何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制裁 俄罗斯举行会商 我们上周在连线中已经提到了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有所谓的三阶段计划 你刚刚也提到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欧盟已经寄出了 这个冻结资产和这个限制签证 可是俄罗斯和普丁 似乎根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 那么这两天的峰会中 预料欧盟的领袖们 可能会扩大对这个清俄国 和支持普丁的个人采取这个制裁 但是这些制裁的力道和效果 恐怕还是十分有限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切的是 欧盟会不会实行第三阶段的经贸 和金融的制裁 然而从这个欧盟内部意见分歧 那么主要国家各自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看来欧盟最终是否可以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制裁俄国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大问号 当然另一方面 这里熟悉这个全球战略的专家 和市场人士也提出了一个比较担心的看法 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制裁报复手段可能会更严厉 而这包括了像是抛售美金 迫使能源价格提高 以及转向跟中国更紧密的合作等等 那么尤其是俄国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孤立策略 可能会向东看 也就是靠向中国 因此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声音说 在俄罗斯跟欧洲渐行渐远的情况下 这场危机到最后最大的赢家 可能是中国大陆 萧询 说起中国 那么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这个星期六就会到欧盟去进行访问 那么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习近平主席前往欧洲访问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意涵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欧洲之行的重点在哪里 好的 习近平这次将访问欧洲的四个国家 荷兰 法国 德国和比利时 我们知道习近平过去虽然访问过欧洲 但是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欧洲 这还是第一次 而且他这一次还将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访问 那么他也会是第一个到欧盟总部访问的中国领导人 在这个一个星期的访问当中 习近平除了会跟欧盟的领袖 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莫克尔会面之外 在下个礼拜一荷兰海牙召开的核安全会议上 习近平还将和同时出席会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并且举行双边会谈 那么萧询我们知道领导人出访通常是经过早就计划排定的 那么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 在实际上是因为刚好碰到乌克兰危机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凑巧也比较敏感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不久之前 西方这个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 才谴责这个克里米亚的公投决议上 向来和俄国站在同一个线上投反对票的中国 这次罕见的投了弃权票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一般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的主轴 仍然在于中国跟这个欧盟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对不大可能就乌克兰的局势进行立场鲜明的表态或评论消息 好的敬林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 但是还有一个这个问题 请简短回答一下 这个习近平主席星期六要去这个欧盟访问 现在呢美国的第一夫人奥巴马 米歇尔尔巴马现在已经到了中国 她是应这个习近平的夫人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 听说这个两位第一夫人的这个话题在欧洲也十分盛行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是的很简短的说一下 就是中美两国这一次第一夫人在这个中国见面 那么在这边确实是引起了很大的主力跟报道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大家的关切焦点在于中美两国的第一夫人将如何接触互动 大家觉得十分有兴趣 而且呢不但对所谓的这个夫人外交进行了这个大幅报道 还把这个米歇尔尔巴马和这个彭丽媛做了对比 传神的形容这个米歇尔尔巴马是这个外放奸人 那么彭丽媛是含蓄内敛 但是更重要的是摆脱了他们这个领袖的丈夫 这两位东西方大国的第一夫人 到底能够激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那么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传递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将是未来几天这里关切的焦点 萧寻 好 谢谢姓林跟我们带来这些方面的情况 我们再见 那么各位呢 稍后回来我们将和东京连线 请特学记者小谕介绍一下日本制裁 俄罗斯背后的一些因素 不要走开 我们不认识这些 如果他做这些东西的话 那是我的工作 最先进最好的 但是中国还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文时新闻 继续是连线时间 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呢 美国和欧洲都相继做出了追加制裁 那么作为欧美的盟国 以及八国集团成员的日本 也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 日本在制裁方面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现在和VOA卫视在东京特约记者小谕连线 请小谕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小谕 好的 乡询 日本谴责了俄罗斯的做法 昨天星期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表明 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 这种做法无疑是使得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 受到损害 那么日本政府表示谴责 同时安倍还强调 日本政府不能无视 以实力为背景 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做法 他还表示 日本政府打算推出新的对俄 新的制裁措施 那么我们知道 不久前日本政府已经推出了对俄制裁措施 其中包括暂时停止与俄罗斯协商放宽签证的限制谈判 以及启动有关投资和太空领域合作方面的谈判 那么新的制裁措施 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 不过有媒体猜测 可能日本政府要出台的新的制裁措施 将包括限制俄罗斯政要人物入境 以及冻结资产等方面 小讯 好的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张 有几个问题我合在一起问一下 一个是关于历史上遗留的问题 俄罗斯占有日本的北方四岛 这个心结在日本人看来 是一个心头之痛 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 对日本制裁俄罗斯方面 是不是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方面 我们知道安倍首相和普京的两个人之间的今年 往来也比较多 而且私交也不错 这会不会也影响到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 是的 正如您所说的 北方四岛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是阻碍日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那么最近有了转机 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这个普京与安倍首脑 安倍首相的这个个人关系呢比较好 在安倍上台这一年里呢 两位首脑举行了五次首脑会谈 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 那么今年秋天普京还将访问日本 为此日本国内呢 传出了希望在这次访问期间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呼声 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爆发了克里米亚危机 对日本来说应该说是节外生枝 日本呢实在不想得罪俄罗斯 但是日本还是选择了谴责俄罗斯的行为 一方面考虑的是作为美国的盟国 同时作为工业七国这个成员国 日本需要与这些国家协调行动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的尖格列岛 中国名钓鱼岛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安倍晋三在这个国会表示呢 日本政府不能无视以实力为背景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实际上这种表述呢 经常是用在谴责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行动 在日本看来呢 这个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与中国的海洋行动 是在同一个线上 也就是对日本来说是不能熟视无睹的 那么日本将要推出什么样新的这个制裁措施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个还是很有限的 那么有人提到是不是可以这个实施经济制裁 但是呢反对呼声很强烈 日本的许多企业呢打入了俄罗斯的市场 而且日本的能源进口呢 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俄罗斯 如果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有人说呢实际上受到打击的不是俄罗斯 反而会是日本的 小许 好的谢谢小许 小许刚才提到就是 日本担忧这个克里米亚市的危机 可能会在这个中国和邻国之间的 这个领海领土争端上再度重演 那么接下来呢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为您介绍一下 美国的军事官员在这方面的态度 不要走开 您收看的是BOA未知新闻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 中国单方面的采取行动 解决领土主权争端式的做法 会让这个地区陷入一个 和克里米亚市的危机 那中国呢 则警告美国不要介入地区主权争端 下面请看美国精英记者李宝的报道 来自亚洲 美洲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防长 和军方高级官员 3月19号 聚集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出席一年一度的国际防务对话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 在会上说 亚洲地区国家 必须放弃单方面采取行动 并通过多边会谈的方式 处理领土领海主权争端 否则该地区会出现 克里米亚式的危机 国际社会指责 俄罗斯2月底 对乌克兰所属克里米亚 实施军事干预 试图收复苏联解体时 失去的疆土 哈里斯在出席会议期间 对媒体表示 中国在伸张主权时 也显现出一种民族复仇情绪 其行动缺乏透明度 这会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哈里斯上将今年2月 在美国西部举行的海军一个研讨会上 做出了类似的表述 我们批评中国最近设立防空识别区 主要因素不是他们是否有权这么做 而是他们如何采取行动 他们这样做是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一些亚洲邻国的批评 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 在出席这次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中说 中国会在主权争端中维护自身合理合法权益 他说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 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 孙建国还警告美国 不要介入中国周边海域的主权争端 称海上争议要由相关方共同控制 非相关方不要掺和 在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 3月初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一些议员担心 中国可能会参照俄罗斯 武装干预克里米亚的做法 以武力解决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洛克利尔在回应议员们的忧虑时说 他当前并不认为中国会效仿俄罗斯的做法 以武力解决与日本和其他邻国的领土争端 但是美军会做好应急准备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有关乌克兰的经济状况也引人担忧 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严重的腐败 据说他和他的幕僚掠夺了国家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使得目前乌克兰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 乌克兰将如何复苏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接下来请看美国经济记者杰弗里扬的报道 自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2月底出逃后 人们纷纷前去参观他在首都基辅附近的豪宅 一睹他离谱的奢华生活 这座用原木建成的超级豪宅坐落在137公顷土地上 估价超过7500万美元 据报道仅仅是餐厅和茶室的装潢费用就高达230万美元 目光所及奢华程度不亚于皇宫 这个地产原本是国家财产 被亚努科维奇占为己有 用盗窃和贪污来的金钱进行装修 据说他还允许他手下的人搜刮国家财富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安德烈斯·阿斯伦德说 他们窃取的金钱数量惊人 乌克兰总理亚赛纽克说 亚努科维奇政权巧取好多的总金额高达370亿美元 其中包括被他认为是自己人的其他政府官员的所得 比如安德烈 赫鲁耶夫和鲍卡斯 科列斯尼科夫 你可以把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 看作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目的是尽量掠夺国库 亚赛纽克临时总理领导的乌克兰新政府 正在和美国 欧盟以及其他机构合作 冻结和亚努科维奇及其同伙有关联的账户 希望可以追回他们窃取的部分财产 观察组织全球诚信的纳萨尼尔·海勒说 西方国家都有过错 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如果忽略西方金融机构 多国金融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那就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 甚至连问题都没有看到 乌克兰正在艰难地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 阿斯伦德建议 议员们立即采取两项行动来处理贪污之风 最简单的是制定有关政府采购竞争性招标的法律 整顿天然气工业 那是腐败的枢纽中心 意味着从各个级别到市场调整油气价格 阿斯伦德等分析人士说 被普遍认为腐败的乌克兰司法系统也需要改革 他们指出 要想是法律发挥作用 必须有愿意严惩那些盗窃国家财产中保私囊者的法官 美国之音杰弗里扬 华盛顿报道 好 现在是带大家了解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内容的时间了 主持人黄耀义已经来到演播 师耀义你好 小时你好 今天还是两个话题 对吧 对 第一方面是怎么样 第一个是跟跑步有关的 我们知道在春夕路成都那边发生了散逃的事件 也就是说在昆明事件之后 好像现在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安 人人是惶惶不安的 所以说好像就是因为有人在看到有些维族人走在路上 就跑了起来 维族人也跑了起来 汉人也跑了起来 满街的人都跑了起来 所以我们要探讨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整个各个中国的城市都有这样子一个不安定的一个形象 是的 其实有这方面意见 就是担忧 说如果以这种强制手段去压制的话 会导致这种族裔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 使得这种裂痕越来越大 没错 反正就互相的猜忌更多 是 听说最近又有什么 我们中国又传出迁都的这样的声音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两会的时候就一样有委员又提出来 就是再度把迁都这个事情提出来 其实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提出过很多次了 那么这次也提到当然讨论了很多 尤其最近这个北京的雾霾严重啊 污染啊 或者是说这个人口的暴涨等等的 都是说作为一个首都无法附和 所以真正有考虑到迁到中原地带或者是南方 那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迁 或是怎么样的可能性 是的 好 谢谢姚依依给我们来介绍 下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内容 好 那么稍后呢 请回来 我们为您播报一座国际游文不要走开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际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一看它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银河 你们俩换了他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克 中华民国政府败送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塔利班战斗人员 对阿富汗东部的一个警察局 发动了袭击打死11个人 其中有10名是警察 星期四凌晨的这一次袭击 发生在贾拉拉巴德省 省长的住宅附近 两个星期之后 阿富汗将举行总统选举 有关官员说 袭击者首先在这个警察局外 制造了一起自杀爆炸事件 随后呢 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塔利班的武装分子 进行了持续数小时的枪战 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 索兰吉说 七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 希腊同国外贷款方终于达成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协议 向希腊发放急需的分期救助贷款 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都表示 希腊应该在几个星期之内收到款项 那么在此之前 相关的协商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面 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问题呢 主要集中在希腊政府削减支出 以及如何让希腊的银行保持强劲方面 美国总统阿巴马为24名少数族裔退伍军人 颁发荣誉勋章 表彰他们在战时的英勇表现 此前很多年 这些人都因为歧视而被排除在美军 最高荣誉之外 24人当中 多数是拉美裔 犹太裔和非洲裔的美国军人 他们分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韩战以及越战等战争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 在华盛顿的报道 货班荣誉勋章的24人中 只有三人仍在世 并出席了颁奖仪式 他们是越战退伍军人 罗德拉 莫里斯和埃雷维亚 他们展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气 他们冒着枪林弹雨 爬上坦克 把坦克摧毁 他们掩护战友 让战友得以安全隐蔽 他们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有时甚至短兵相接 为了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 他们坚守阵地 有些人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国会2002年授权复查成千上万份 少数族裔美国人的参战记录 如奥巴马所说 这是为了确保退伍军人的英雄主义 不因歧视而遭忽视 24人获得授勋 就是这次复查的结果 没有任何国家是实权实美的 但在美国 我们能正视我们的不完美 面对有时是痛苦的过去 包括我们曾经不平等地对待这些 为美国战斗和牺牲的战事 这次获得授勋的人中 很多人曾经得到过 杰出福意十字勋章 但由于歧视 而没有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奖章 荣誉勋章 埃尔伯说 这次因在战斗中拯救战友 而被追授荣誉勋章的克拉维茨 是韩战退伍军人 他早就应当获得这么一奖章了 我想至少在犹太社区 总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一些人由于身为犹太人 而被忽视了 克拉维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们一直认为他的表现 完全应当得到荣誉勋章 而不仅仅是杰出福意十字勋章 埃尔伯说 尽管美国军队从未明文规定 其是少数族裔 但很多战事确实是基于宗教 或种族原因而遭忽视 不幸的是 在军队里 假如你的指挥官是反犹太主义者 或带有其他什么偏见 你就可能会被忽视 或者被分配去做你不愿意做的工作 军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这是二战以来同时获得受勋人数最多的一次 1863年至今 共有3000多名美军战士被授予荣誉勋章 斯科特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看几则中国相关报道 中国两大社交网站 新浪微博还有腾讯微信 四消笔涨引起国际媒介的高度的兴趣 除了商业竞争和具体的功能的差别 这方面的因素之外 专家认为当局实施的审查制度 不仅已经削弱了微博 也已经使得微信遭到打压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微博的问世 也许是继互联网引入中国后 最能激起网民热情的事了 因为它一度使中国民众 找到了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公共平台 中国问题学者 前美国国务院数字外交政策研究员 埃米里帕克说 一位中国网友曾经告诉他 无数中国人在通过互联网了解了六四真相后 因种种原因不愿和家人朋友交流 但互联网让他们找到了 正经历同样幻灭的同志们 在互联网上有一股奇特的团结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就像那位中国网友说的 他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千千万万 有着相同想法的中国人 我认为那是一种很强大的心理震撼 我想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对网络进行监视 但我不认为他可以把互联网完全关闭 但是新浪微博这个曾经在2012年底 拥有超过5亿用户 高活跃用户日发帖总量 将近680万条的超高人气社交媒体 如今却陷入了颓势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研究显示 与2012年下半年新浪微博的鼎盛时期相比 如今用户在该平台的发帖量下降了近70% 该研究还指出 2012年3月每日发出约40条微博的活跃用户 有43万 而2013年底这个数字下降了73% 反观腾讯微信 截至2013年9月 其用户总量已达2.71亿 比2012年增长124% CNN的报道指出 微信除了在社交功能上 带给用户更方便和快捷的体验外 在信息分享的秘密性和游戏商务功能方面的多样性 也吸引着更多用户 现居纽约的网络活跃人士温云超认为 虽然微信因其强大的社交功能偷走了一部分微博用户 但更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对于微博的整肃 使其渐渐丧失了成为公民新闻发布平台的能力 微博活跃度的降低 那我们毫无疑问可以观察得到的 就是说7年8月份以来 在微博上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整肃的行动 包括我们看到的像薛满子这些人都受到了刑事方面的追究 这个毫无疑问它会从宏观的层面降低整个微博的活跃度 微博大微们被盯上 网络审查变得愈发严厉 这样一来人们对于微博的兴趣大大降低 有些分析认为中国当局赢了 但我却不这么想 在我看来正因为微博有如此的影响力 当局才那样担心 温云超认为微信用户增长迅速 并非当局对其网开一面或对微博取而代之 其私人用户和公共账号同样受到当局严厉审查 他说微信具有秘密结社的功能 当这一类的负面的事件或者说当局不能容忍的事件 越来越多的时候 微信就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审查 最近一批微信上的公共账号集体遭疯 其中包括罗昌平 血液闭门 旁观中国 大象工会等 其来势之快 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美国之音方斌小婷纽约报道 那么在中国批驳联合国指控朝鲜危害人类罪的一份报告几天之后 北京正在批评一份针对它自身人权记录的联合国的调查报告 预计呢 星期三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通过这一份报告是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几个月以来对话的结果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在其他成员国和独立团体帮助之下检查成员国的人权记录的机制 中国美国商会对365家会员进行了调查 并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19号公布2014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劳动力的成本法律法规不明确以及合格劳动力短缺 三者呢是美国企业运营的最大的三项挑战 237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认为薪资成本上涨给美国的企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美国公司列举的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互联网制度 审查制度还有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审批签证时间过程等等 此外呢48%的企业认为中国空气质量是导致招聘高管人才困难的原因之一 一名前美军太空分析师目前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在去年5月以科研名义进行的一次航天发射 其实是在测试拦截中高轨道卫星的新型武器 这份报告指出由于多数军用卫星位于中高轨道 因此中国的这个动向值得美国还有其他太空强国的关注 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太空研究机构安全世界基金会技术顾问 前美国空军太空分析师布莱恩·威登在报告中指出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中国在去年5月的火箭发射中测试的其实是反卫星武器 威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卫星数据提供商数码全球出售的卫星照片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 他说这些拍摄于去年4月的照片显示 中国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当时安装了一种可以移动的导弹发射架 或者是一种可用于导弹发射的运输起数发射车 我和其他的卫星图像专家讨论了这些照片 每个看过照片的人都说这是运输起数发射车 威登说在2013年5月中国发射火箭之后 中国和美国对此次发射的描述存在差异 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枚火箭抵达了1万公里的高度 而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发射的弹道高度可能接近地球静置轨道 专家指出多数军用卫星位于中高轨道 例如美中俄等国的导航卫星均部署在2.2万公里的轨道上 此外很多通信气象和电子侦察卫星则位于更高的地球静置轨道 安全世界基金会的技术顾问威登说 如果他的推测被证明属实 这意味着中国军方的反卫星能力出现了重大进展 威登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研发反卫星武器的反应较为模糊 主要是由于美国担心披露中国太空武器的研发 可能会泄露自身的相关技术 但是威登指出中国如果继续测试高轨卫星拦截的武器系统 将对美国的太空利益构成威胁 因为美国在地球静置轨道上拥有大量敏感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 美国卫星工业协会去年发布报告说 中国2013年卫星发射产业市场增幅居于全球之首 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 中国的太空项目是处于和平及科研目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协议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了俄罗斯的版图 但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说 让全世界担忧的是 是不是普京在乌克兰的最后一步 那么此外 美国的俄罗斯专家还表示 美国转向亚洲跨大西洋主义的衰落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行动 接下来请看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8号在俄罗斯国家议会发表电视讲话 谴责乌克兰新领导人 并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其他部分并不感兴趣 但是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说 吸毒普京的讲话全文不禁令人担忧 普京有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国家的企图 布热金斯基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举行的有关俄罗斯问题的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 他提醒大家关注普京讲话的部分章节 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于一个民族 乌克兰意图加入北约如何让俄罗斯痛心等等 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杰克恩说 普京的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敌手 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一触即发的局面 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这可能是针对乌克兰第一步更令人担心的事 在俄罗斯周边有很多国家都使用俄语 比如爱沙尼亚 拉头维亚等等 根据北约条款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袭击 都被视为针对所有北约国家的袭击 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的莫斯科是我们的敌人 不是潜在的伙伴 克恩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将乌克兰危机 与一战前的欧洲大陆态势相提并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8号对媒体阐述了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3月17号美国宣布将俄罗斯的数名高官和乌克兰被罢出的 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列入了制裁名单 欧盟随后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类似的制裁 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思考克罗夫特说 美国现在启动了最低限度的制裁措施 美国在制裁措施上要自信谨慎小心 要达到积极的效果 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真是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问题的满步惊心 才让普京有了可乘之际 部分的问题是欧盟和美国对整个局势的无所作为 欧盟给乌克兰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援助 但是加起来却没什么 相反 普京给乌克兰150亿美元贷款 美国本来也可以也应该这么做 告诉乌克兰 乌克兰的经济很糟糕 让美国和欧盟与俄罗斯联手 帮助乌克兰重振经济 布瑞金斯基认为 考虑到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现状 普京现在可能也不太愿意 与西方陷入更大的冲突 美国应该告诉普京 如果普京将克里米亚的行动 复制到乌克兰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同时美俄之间除了对抗 将有更好的选择 其中一个途径是我们还要继续传达给普京 我们并不想引诱乌克兰加入北约 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可能对俄罗斯很有敌意的国家 我们应该告诉普京 让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得到进一步巩固 符合俄罗斯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纽约时报的克恩认为 跨大西洋主义的衰落 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之后 无心他顾的心态 可能也让普京看到了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 普京总统可能会认为 他这样做不会受到诚 跨大西洋主义成为一个20世纪的东西 还有美国在两场战争之后 希望专注自己的事物的心态等等 他还说 乌克兰危机让美国突然意识到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可能不那么正确 威威华卫视 斯洋 任余洋 华盛顿报道 好 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第一个小时节目很快就要结束 不过在节目之前 结束之前呢 请您收看白杰文银带来的 O.M.G. 美语 大家好 有没有见到 Ryann和她的新女朋友啊 她完全听从她女友的买步 I can't put my finger on it I can't put my finger on it I can't put my finger on it 我弄不清 到底是什么 She seems so weird though Why does Ryan let her push him around like that I can't put my finger on it 她看起来有点怪 为什么Zayan会让她那么支持呢 我是在搞不清楚 Doesn't have to lift a finger 什么都不用做 I know He does everything for her She doesn't have to lift a finger I don't get it 就是说 所有事都是Ryann替她做 她什么都不用干 我真是搞不懂啊 好 请询问告诉我 Do you have anyone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 OK 拜拜 好 以上就是VOA 卫视新闻 也就是第一个小时的全部的内容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还有任何的意见建议的话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 新闻at gmail.com 我是萧巡 祝您晚安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由星星河 药义 为您带来的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谢谢小学 谢谢小学